第五十五回 行者道,是圣人来抢师父去了 沙僧道,是一个女子,弄这旋风,把师父射了去也 行者文言,呼哨跳在云端里,用手搭两捧四下里观看 只见一阵灰尘,风滚滚,往西北上去了 急回头叫道,兄弟们,快驾民通我赶师父去了 八戒与沙僧,几把行囊烧在马上,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 慌着那西凉国君臣女辈,跪在尘埃都道 哎呀,是白日飞升的罗汉,我主不必惊疑 唐玉帝也是个有道的禅僧 我们都有眼无珠,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 请主公上免回朝也 女王自觉惭愧,多官都一起回国不提 却说孙大圣兄弟三人腾空踏雾 望着那阵旋风一直赶来,前置一座高山 只见灰尘昔静,风头散了,更不知怪向何方 兄弟们暗落云雾,找路寻访 互见一闭乡,青石光云,却似个屏风模样 三人牵着马转过石瓶,石瓶后有两扇石门 门上有六个大字,乃是独笛山琵琶洞 八戒无知,上前就是钉爬住门 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 我们随旋风便赶到这里 寻了这会儿,方玉此门又不知深浅如何 躺不是这个门儿,却不惹他见惯 你两个且牵了马,还转石瓶前立等片石 带老孙进去打听打听,查个有无虚实,却好行事 沙僧听说,大喜道 好好好,正是粗中有戏,果然急处从宽 他二人牵马回头 孙大圣显个神通,念着诀念个咒语 摇身一变,变作蜜蜂儿,真个轻巧 你看他,赤薄随风软,腰轻应日仙 嘴甜层蜜蜜,伟丽善祥缠 妙蜜公和浅,头牙李自迁 如今诗巧记,飞舞入门檐 行者自门夹处,钻将进去 飞过二层门里 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个女怪 左右列几个彩衣袖服,压及两揪的女童 都欢天喜地,正不知蒋润什么 这行者轻轻地飞上去,钉在那花亭格子上 侧耳才听 又见两个总爵蓬头女子,蓬两盘热腾腾的面食上庭来道 奶奶,一盘是人肉馅的荤嬷嬷,一盘是邓沙县的素嬷嬷 那女怪笑道 小弟们,穿出唐玉帝来 几个彩衣袖服的女童走向后房,把唐僧扶出 那师父面黄唇白,眼红泪滴 行者在暗中截探道 哎呀,师父中毒了 那怪走下亭,露春葱食指仙仙 扯住长老道 玉帝宽心 我这里虽不是西凉女伯的宫殿 不比富贵奢华 其实却也清闲自在 正好念佛看经 我与你做个盗伴儿 真个是百岁和谐也 三藏不语 那怪道 且休凡哪 我知你在女国中赴宴之时 不曾尽得饮食 这里荤宿面饭两盘 凭你受用些压惊 三藏沉思莫想道 我待不说话,不吃东西 此怪比那女王不同 女王还是人身 行动以礼啊 此怪乃是妖神 恐为加害 奈何 我三个徒弟 不知我困陷在于这里 躺货加害 却不枉丢性命 以心问心 无计所奈 只得强大精神 开口道 荤的何如 素的何如 你怪道 荤的是人肉馅馍馍 素的是邓沙馅馍馍 哦 贫生吃素 哈哈 哈哈哈哈 女童 看热茶来 与你家长爷爷吃素某某 一女童 我捧着香茶一盏 放在长老面前 那怪将一个素某某 批破 逼于三藏 三藏将个婚某某 胡论逼于女怪 女怪笑道 义弟 你怎么不批破于我呀 三藏合掌道 哦 我出家人不敢破婚 那女怪道 那你出家人不敢破婚 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糕 今日又好吃 邓沙馅 三藏道 哦 水糕传取吉 沙馅马行驰 行者在隔着眼 听着两个言语相攀 恐怕师父乱了真性 忍不住献了本相 彻铁棒喝道 灭出无礼 那女怪见了 口喷一道烟光 把花亭子照住 叫 小子们 收了余地 他却拿一柄三股钢叉 跳出庭门骂道 托侯背来 咱们敢私路无家 偷亏我容貌 不要走 吃老娘一叉 这大圣 使铁帮驾住 且战且退 二人打出洞外 那八戒沙僧 正在石平前等候 忽见他两个争持 慌着八戒 将白马牵过道 小总 你只管看守行李拔匹 等老猪去 帮打帮打 好呆子 双手举爬 赶上前叫道 师兄 靠后 让我打这破剑 那怪剑八戒来 他又使个手段 呼了一声 鼻中出火 口内生烟 把身子抖了一抖 三股叉飞舞充盈 那女怪 也不知有几只手 没头没脸的滚下来 这行者与八戒 两边攻住 那怪道 孙悟空 你好不是进退 我便认得你 你是不认得我 你那雷音寺里 佛如来 也还怕我呢 量你这两个毛人 得到哪里 都上来 一个个仔细看打 这一场 怎见得好战 女怪威风掌 侯王气概性 天鹏元帅争功绩 乱举钉耙要显能 那一个手多插紧烟光绕 这两个性急兵强雾气疼 女怪只因求配偶 男僧怎肯谢原金 阴阳不对相持斗 各成雄才 恨苦争 阴静养容 思动动 阳收西位 爱清清 致令两处无和睦 插爬铁棒 赌输赢 这个棒有力 爬更能 女怪刚插 钉对钉 独敌山前三不让 琵琶洞外 两无情 那一个喜得唐僧 邪凤吕 这两个避随长老取真经 今天动地来乡战 只杀得日月无光 星斗耕 三个斗霸多时 不分胜负 那女怪将身一纵 使出个盗马毒装 不觉得把大圣头皮上扎了一下 行者叫声 哭啊 忍耐不得 腹痛败阵而走 八戒见势不斜 拖着爬 撤身而退 那怪得了胜 收了钢茶 行者抱头 皱眉苦脸叫声 厉害厉害 八戒到跟前问道 公公 你怎么正站到好处 却叫苦连天都走了 行者抱着头 只叫 疼疼疼 沙僧道 想是你头疯发了 行者跳道 不是 不是 哥哥 我不曾见你受伤 却头疼 成何也 行者哼哼地道 哎呀 了不得 了不得 我与他正然打出 他见我破了他的叉拾 他就把身子一动 不知是世界什么病情 就住我头上扎了一下 就这般头痛难惊 故此败了阵来 八戒笑道 只这等净处长夸口 说你的头 是什么修炼过的 却怎么就不经这一下啊 行者道 正是 我这头 自从修炼成真 到时了盘桃鲜酒 老子金丹 大闹天宫时 又被御帝拆大刀鬼王 二十八秀 押赴斗牛宫外出展 那些神将是刀斧锤剑 雷打火烧 即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 锻炼四十九日巨位伤存 今日不知这夫人用的是什么兵器 把老孙头弄伤也 杀生道 那你放了手 等我看看 莫破了 不破不破 那我去西凉国讨个膏药 你贴贴 哎呀 又不懂不破 怎么贴的膏药 哥呀 我的胎前产后病倒不曾有 你倒弄了个脑门庸了 杀生道 二哥 且休取笑 如今天色晚矣 大哥伤了头 师父又不知死活 怎的是好 行者哼道 师父没事 我进去时 便作蜜蜂儿 飞入里面 见那夫人坐在花亭子上 骚情 两个丫鬟 捧两盘嬷嬷 一盘是人肉馅荤的 一盘是邓沙馅素的 又着两个女童 扶师父出来 吃一个鸭精 又要与师父做什么道伴 师父使出 不与那夫人搭话 也不知嬷嬷 后见他甜言美语 不知怎么就开口说话 去说吃素的 那夫人 就将一个素的劈开 地狱师父 师父将个胡论昏的地狱 那夫人 夫人道 怎不批破 师父道 出家人不敢破婚 那夫人道 既不破婚 前日怎么在子母河边 饮水高 今日又好吃 邓沙馅 师父 哎呀 不解其意 答他两句道 水高传去急 沙县马行驰 我在隔壁上听见 恐怕师父乱姓 便就陷了原身 撤棒就打 他也使神通 喷出烟雾 叫收了御地 就轮钢叉 与老孙 打出洞来也 沙僧听说 瑶指道 哼 这婆戒 也不知从哪里 就随将我们来 把上相事都知道了 八戒道 这怎么说 便我们安歇不成 莫怪什么黄昏半夜 且去他门上锁站 嚷嚷闹闹 搅他个不睡 莫叫他捉弄了我师父 行者道 哎呀 头疼去不得 沙僧道 不须所债 一则 师兄头痛 二来 我师父是个真僧 绝不以色空乱性 且就 在山坡下 避风处 坐着一夜 养养精神 待天明 在座礼会 随此三个弟兄 拴牢白马 守护行囊 就在坡下 安歇不提 却说那女怪 放下凶恶之心 重整欢愉之色 叫 小个们 把前后门都关紧了 又使两个支庚 防守行者 但听门响 及时通报 却又叫 女童 将卧房收拾齐整 掌竹焚香 请唐玉帝来 我与她交欢 虽把长老 从后边掺出 那女怪 弄出十分娇媚之态 协定唐僧道 常言 黄金位为贵 安乐值钱多 且和你 坐会儿夫妻 耍不去也 这长老 咬定牙关 声也不透 欲带不去 恐她生心害命 只得战兢兢 跟着她步入厢房 却如痴如痴如牙 哪里抬头举目 更不曾看她房里 视肾床吐漫障 也不知有肾相容梳妆 那女怪说出的云意语情 亦漠然无听 好和尚啊 真是那目不是恶色 而不听银声 她把这锦绣交融如粪土 金珠美貌 若灰尘 一生只爱参禅 半步不离佛地 哪里会西域怜香 只晓得修真养性 那女怪活泼泼 春意无边 这长老死丁丁 缠机有在 一个是软玉温香 一个如死灰稿木 那一个展渊情 银杏浓浓 这一个树扁山 单心耿耿 那个要贴胸胶骨和鸾缝 这个要面壁龟山 仿达磨 女怪解衣 卖弄她鸡香夫妮 唐僧脸韧 紧藏了糙肉粗皮 女怪道 我枕圣琴弦何不睡 唐僧道 我头光服役枕香陪 那个道 我愿做前朝柳翠翠 这个道 贫风不是月涂离 女怪道 我美若西施还鸟挪 唐僧道 我岳王因此久埋尸 女怪道 玉帝 你记得宁叫花下死 坐鬼也风流 唐僧道 我的真阳为至宝 怎肯亲于你这粉骷髅 他两个散言碎语的直斗道更深 唐长老全不动念 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 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 只缠到有半夜时候 把那怪弄得恼了 叫 小的们 拿绳来 可怜 将一个心爱的人儿 一条绳捆得像个挠尸模样 又叫拖在房廊下去 却吹灭银灯 各归寝处 一夜无辞 不觉得鸡声翻唱 那山坡下孙大圣欠身道 哎 我这头疼了一会儿 到如今也不疼不麻 只是有些坐痒 八戒笑道 痒 养 便再叫他扎一下 何如 行者催了一口道 放放放 八戒又笑道 放放放 我师父这一夜道 浪浪浪 沙僧道 且摸刀口 天亮了 快赶早儿做妖怪去 行者道 兄弟 你只管在此守马 休得动身 跟八戒跟我去 那呆子抖走精神 树一树造紧之舵 相随行者 各带了兵器 跳上山崖 静止时平之下 行者道 你且立住 只怕这怪物 夜里伤了师父 先等我进去打听打听 倘若被他哄了 丧了原阳 真个亏了德行 却就大家散伙 若不乱性情 禅心未动 却好努力相持 打死金怪 旧失西去 八戒道 你好吃呀 常言道 肝鱼 可好与猫儿做枕头 就不如此 就不如此 也要抓你几把事 行者道 嗨 莫胡一乱说 带我看去 好大声 转时平 别了八戒 摇身还变个逆风儿 飞入门里 见到门里 有两个丫鬟 头枕着帮铃 正然睡呢 却到花亭子观看 那妖精 原来弄了半夜 都辛苦了 一个个都不知天晓 还睡着呢 行者飞来后面 隐隐的 只听见唐僧声唤 胡抬头 见那布廊下 四马船蹄 捆着师父 行者轻轻的 盯在唐僧头上叫 师父 唐僧认着声音 哦 悟空来了 快救我命 夜来 好事如何 三藏咬牙道 哎呀 我拧死也不肯如此 行者道 昨日 我见他有相怜相爱之意 却怎么今日 把你这般挫折 嗨 他把我缠了半夜 我依不解待身未沾床 他见我不肯相从 才捆我在此 你千万救我取经去也 他师徒们正然问答 早惊醒了那个妖精 妖精随时下狠 却还有流连不舍之意 一叫翻身 只听见取经去也一句 他就滚下床来 立声高叫道 哼 好夫妻不做 却取什么精去 行者慌了 撇却师父 急斩翅飞僵出去 献了本相 叫声 八戒 那呆子 转过时评道 啊 那话儿成了否 行者笑道 哈哈 不曾不曾 老师父 被他磨弄不从 恼了 捆在那里 正与我诉说前情 那怪惊醒了 我慌得出来也 那那师父曾说声了 他只说 一不解待 身位沾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还是个真和尚 我们救他去 呆子粗鲁 布隆芬说 举钉扒 往他那石头门上 尽力气一扒 呼啦啦 著作起快 吓得那几个 整帮零碎的丫鬟 跑至二层门外 叫声 开门 前门被昨日那两个丑男人 打破啦 那女怪正出房门 只见四五个丫鬟 跑进去报道 奶奶 昨日那两个丑男人又来 把前门一打碎 那怪文言急忙叫 小的们 快烧汤 洗面梳妆 把玉帝 连绳抬到后房收了 跟我打他去 好妖精 走出来 举着三股叉 骂道 破侯 也知 老大无知 你怎敢打破我门 八戒八道 让人惊惑 你倒困陷我师父 反敢硬腿 我师父是你哄娘来做老公呢 快快送出饶你 敢再说半个步子 饶住一顿塔 连山也住倒你了 那妖精哪容分缩 抖擞身躯 依前弄法 鼻口内喷烟冒火 举钢叉就刺八戒 八戒侧身躲过 着爬就住 孙大圣 使铁棒并力相帮 那怪又弄神通 也不知是几只手 左右遮拦 交逢三五个回合 不知是渗兵器 把八戒嘴唇上也又扎了一下 那呆子拖着爬 捂着嘴 腹痛逃生 行者 却也有些处他 须丢一棒 败阵而走 那妖精得胜而归 叫小弟们搬十块 累跌了前门不提 却说那沙和尚正在泼前放马 只听在那里猪哼 呼抬头 见八戒捂着嘴哼将来 杀声道 诊着说 呆子哼道 了不得 了不得 说不了 行者也到跟前笑道 好呆夫呀 昨日咒我是脑门 今日却也弄做个肿嘴瘟了 八戒哼道 男人 男人 疼得紧 厉害 厉害 三人正然难处 只见一个老妈妈 左手提着一个青竹兰儿 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 杀声道 大哥 那妈妈来得近了 等我问她个信 看这个是肾妖精 是肾兵器这般伤人 行者道 李且住 等老孙问她去了 行者急睁睛看 只见头直上 有祥云盖顶 左右 有香雾笼身 行者认得 即叫 兄弟们 还不来叩头 那妈妈是菩萨来也 慌得猪八戒 忍疼下呆 杀和尚千马攻身 孙大圣和掌跪下 叫声 南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灵感 观世音菩萨 那菩萨 见他们认得圆光 吉他祥云 起在半空 献了真相 原来是 于兰之相 行者赶到空中 拜告道 菩萨 恕弟子失营之罪 我等努力救师 不知菩萨下降 金欲磨难难收 万望菩萨搭救搭救 菩萨道 这妖精 十分厉害 他那三股叉 是生成的两只前脚 扎人藤者 是尾上一个钩子 换作盗马毒 本身是个蝎子精 他前者 在雷音寺 听佛谈经 如来见了 不合用手推他一把 他就转过钩子 把如来 左手中拇指上 扎了一下 如来也疼难尽 急着金刚拿他 他却在这里 若要救得唐僧 除是别告一位方好 我也是尽他不得 行者再拜道 望菩萨指示指示 别告哪位去好 弟子急去请他也 你去东天门里 光明宫 告求某日新官 方能降福 言罢 遂化作一道金光 进回南海 孙大圣 才按云头对八戒沙僧道 兄弟放心 师父有救星了 沙僧道 是哪里救星 财然菩萨指示 叫我告请某日新官 老孙去 八戒捂着嘴哼道 哥呀 就问新官 讨些止疼的药饵来 不需用药 只是昨日疼过夜 就好了 沙僧道 不必烦训 快早去吧 好行者 急忙驾金斗云 趋于到东天门外 忽见僧长天王 当面坐礼道 大圣何王 行者道 因保唐僧西方取经 陆遇魔障缠身 要到光明宫 见某日新官走走 忽悠见 陶张新邓四大元帅 也问何王 行者道 要寻某日新官 去降妖救师 四元帅道 新官 今早奉御帝旨意 上观星台 巡礼去了 行者道 可有这话 新天君道 小将能与他 同下斗牛宫 岂敢说假 陶天君道 今已许久 或将回矣 大圣还先去光明宫 如未回 再去观星台 可也 大圣遂喜 即别他们 至光明宫门守 果实无人 傅出身就走 只见 纳笔乡 有一行兵士百列 后面新官来了 那新官 还穿的是 败驾巢衣 一身金履 但见他 观瞻五月 金光彩 护植山河 玉色穷 袍挂七星云爱戴 腰围八级 宝还名 叮当配响如敲韵 迅速风声四百零 翠雨善开 来卯秀 天香飘袭 满门亭 前行的兵士 看见行者 立于光明宫外 即转身报道 主公 孙大圣在这里也 那新官 脸云雾 整树朝一 停之室 分开左右 上前坐礼道 大圣何来 行者道 专来拜访 救师父一难 何难 在何地方 在西凉国 独笛山 琵琶洞 那山洞 有甚妖怪 却来呼唤小神 观音菩萨 世才显化 说是一个蝎子经 特举先生方能志的 因此来请 哦 本于回奏玉帝 乃大圣 至此 又敢菩萨举荐 恐持勿施 小神 不敢请献查 且和你去 降妖境 却再来回旨吧 大圣文言 即同出 东天门 直至西凉国 望见 独笛山不远 行者指道 此山见是 新冠按下云头 同行者 至石坪前山坡之下 沙森见得道 哎 二哥起来 大哥请得新冠来了 那呆子还捂着嘴道 啊 受罪受罪 有病在身 不能行礼 新冠道 你是修行之人 何病之友啊 啊 早前与那妖精交战 被他说 我唇上扎了一下 至今还疼啊 你上来 我与你一致一致 呆子才放了手 口里哼哼唧唧道 啊 千万治治 带好了 谢谢你 那新冠 用手把嘴唇上 摸了一摸 吹一口气 就不疼了 呆子欢喜下拜 妙啊 妙啊 行者笑道 嘿 凡新冠也把我头上摸摸 新冠道 你为遭毒 摸他何为 昨日也曾遭过 只是过了夜 才不疼 如今还有些麻痒 只恐发天荫 也凡治治 新冠 真的也把头上摸了一摸 吹口气 也就解了鱼毒 不麻不痒了 八戒发狠道 哥哥 去打那破剑去 新冠道 正是正事 你两个叫他出来 等我好想他 行者与八戒 跳上山坡 幼稚石平之后 呆子口里乱骂 手似捞钩 一顿钉耙 把那洞门外 垒叠的石块 爬开 闯着一层门 又一钉耙 将二门 铸得粉碎 慌得那门里 小妖飞爆 奶奶 那两个丑男人 又把二层门 也打破了 那怪 正叫解放 唐僧 讨素茶饭 与他吃呢 听见打破二门 即便跳出花亭子 轮叉 来刺八戒 八戒使钉耙赢架 行者在旁 又使铁棒来打 那怪赶至身边 要下毒手 他两个识得方法 回头就走 那怪赶过石平之后 行者叫声 卯秀和赛 只见那新官 立于山坡上 献出本相 原来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 昂起头来 约有六七尺高 对着妖精叫一声 那怪 及时就献了本相 是个琵琶来大小的蝎子精 新官 再叫一声 那怪 浑身苏软 死在颇前 有诗为证 诗曰 花冠秀景 若团英 爪硬俱长 木怒金 踊跃雄威 全武德 正容壮士 献三名 岂如繁鸟 提毛乌 本是天心 显盛名 独歇 往修 人道行 还原反本 见真行 八戒上前 一只脚 洗着那怪的胸背道 那错 金盘使不得到马族了 那怪 动也不动 被呆子 一顿钉耙 倒作一团烂将 那新官 富聚金光 驾云而去 行者与八戒 沙僧 朝天拱蟹道 有泪有泪 改日复工拜仇 三人泻壁 却才收拾行李 马匹 兜进洞里 见那大小丫鬟 两边跪下 拜道 爷爷 我们不是妖邪 都是西凉国女人 前者被这妖精射来的 你师父在后边 厢房里坐着哭呢 行者文言 仔细观看 果然不见妖气 随着后面叫道 师父 那唐僧见重其来 十分欢喜道 哎呀 贤徒 累积你们呢 那妇人何如也 八戒道 那斯 原是个大母蝎子 信得观音菩萨指示 大哥去天宫里 请着那 某日新官下将 把那斯收服 才被老朱 著作个泥了 方敢深入于此 得见师父之面 唐僧 谢之不尽 又寻些 素米 素面 安排了饮食 吃了一顿 把那些 涉将来的女子 赶下山 只与回家之路 点上一把火 把几间房羽 烧回庆静 请唐僧上马 找寻大路西行 正是割断陈缘 黎色相 推干金海 勿缠心 毕竟不知几年上 才得成真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